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终于进来五号馆 其实鲍城岛的展馆非常的近 就在门口 就是这样子 主题是评客宾之屋 然后这边是评客宾的一个海报 这边也是评客宾 然后这边评客宾 他们这边就转弹了 你去拍一张照 就发到朋友全网的关注公众号 就有机队转弹 这评客宾的上次的一个宣传片 已经出来有一两年时间了 然后接下来是觉醒版本的宣传片 他也是跟东南亚一样用的那个模板 国服应该是最晚一个佛宣传的了 飞侠系列 饮食 他应该是翻译有点问题 他把那个速变成slow 变成了慢性爆炸 火炮手他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个手冲 回光展 回光反照 然后是严肃师 他那个不叫萨利曼德 他应该是火锡也叫荣源 这个名字也是有点问题的 他那个knigh knighd 翻手了一个 看你能命选一线 你出来就让我命选一线 狂野流化 他那个流化是Walken的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把Walken翻译成流化 圣地运输器 不知道他要往圣地运什么 然后是林志玲 他这个名字最长的一个劲 漫长世界的顶级表演来了 斗然 超级斗然 这一次应该配有两次斗然活动 前读书馆第六章 圣日尼尼亚的集市 国服是有中文配音的 塞拉斯 然后后面就是武神 二月份台服跟国服会有武神 不知道是新职业还是新副本 还是什么角色 好 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宣传片 简单看一下这一次的战利品吧 然后我这边拿到了绿雪林眼罩 平克斌的耳机壳 它这个还是2020年 看上去是去年滞销的 去年除了ChinaJoy之外 有没有办法 然后有的人说我这个 平克斌是不是少了脚子 几步式 还是角度的问题 平克斌 然后背面这样子 然后里面是空的 因为它其实是壳 它没有耳机的 就这样 没有任何的 不知道今年会出那些什么东西 对